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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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正我要是觉得 反正我心里挺难受的 那你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 反正我觉得反雷这么做不是特合适 不应该吧 对 那我们吃别呢 先吃张乃鸥 后吃反雷 你同意吗 如果要还那他就不吃我了 那就第二个吃鸣 他关心我了 他说还那我这也不吃我 我祝你们幸福吧 没死上 没死上 你可以穿上他 你可以穿上他 爱丝啊 关联你愿意来摁吗 愿意愿意愿意 来来来来来来 但是我声明我绝对不是公保私扯 我绝对是替嫂子摁的 好说这个啊 你就试着好玩不好玩 我说开始你就开始 我说停你就停啊 一飞开始 开始 我都觉得冷 你先帮你去 咱范蕾也要记住 咱这衣服不去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这孩子挑不离间十八好手 你疯了 我们是做节目啊 屏幕前哪怕范夫人看到也不会生气的 那说明你心宽反正是 是不是很好 那都未必 来吧 我们给范蕾送去一个祝福 来 第一首歌 这歌的名字就叫祝福 啊 我们祝福范蕾啊 家庭温暖 各二女子超买 题目是这样的 人们在默默的许愿时 通常会涉及哪些方面 来 我们从关联开始吧 好吗 嗯 让孩子稳呢稳呢 许愿自己能够中个奖票 财迷啊 许愿啊 一定能中五百万 真的吗 但是要中了的话 五百万我给不了你 我只能先给你一个七百分 哇 好小啊 还说 许愿的时候希望什么 是我发现了就这种答案啊 一般要偏一点 还要分高一点 对对对 求子 不会成功的 真的 请回答问题吧 啊 求求求子啊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 你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现在太大口了 许愿 你努力吧 这个忙忙不上 什么保佑身体平安 家人健康 健康平安 对 来恭喜买鱼车200分 抢 抢我的答案 哦你怎么抢了人家的答案呢 你也想说求子吗 哈哈哈哈 祝你们两个人成功 我们会加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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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帮忙说话啊 嗯 工作顺利吧 工作顺利 嗯 找到好工作吧 事业啊 有有有有有 好恭喜小鹅五百万 帮兄 他不自然 啊 工作顺利不是 就是以 在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不要再被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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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节目没关系 换个主持人 哎 你说的这个 你说的这个 参加这个节目 不要再被刺 我们可以认为是逃脱惩罚 行可以 你愿意吗 你愿意 恭喜范蕾 八百分 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怀疑他 这是我提出来的啊 人都呲声那样的说在这 胡家还在打架 你谁搞 都不是不合适 你知道吗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 爱情婚一百分 健康平安两百分 升官发财三百分 某件事情的成功四百分 通过考试五百分 找到好工作 工作顺利六百分 中奖七百分 逃脱惩罚八百分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 范蕾两千一百分 张乃欧两千分 马玉科两千分 温玲三千一百分 我的天哪 这个你们今天分数都非常的高 到这会儿也不用再互相指证了 请四位依次到台前来 说说你们的真心话 说服现场的朋友们 别选你 选别人 从范蕾开始 来 就我第一个 11号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反正来这个节目都很开心 现在郭老师很开心 虽然把我们呲得够跳 大家相信 以为是我也得开心 他手指都开心了 我们后背不开心 出来的时候把盖带着 别搅混啊 别搅混你 这个说我说什么来着 我管你做什么去 相信我的真诚啊 确实只是开心而已 但是呢我确实我是好人 哦 又来了 这下意识我反应赶紧缩脖子 还是进盖啊 完了 谢谢谢谢 来买了 我总结了三点 拿四点 说三点三点 一二三来看都不是我 肯定不是我 请大家相信我 真的不是 马玉科 本来我来这儿挺担心的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冷剑》 我在里边演小屋子 就是一个潜伏者 我就特别怕被别人认出来 觉得是潜伏者 但是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说 我绝对不是大忽悠 我的电脑屏幕从头到尾 一直是到底是谁的这个logo 对 所以相信我 我绝对不是大忽悠 好 谢谢 谢谢 欢迎 每次来到到底是谁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因为在这里可以体验这个忽悠和被忽悠的这种快乐 但同时呢也是一个辨别你朋友是真是假的好机会 真的我在这里已经被很多的朋友陷害过 也发现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今天希望这种范围不会让我失望 但是呢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我绝对不是大忽悠 就说到这儿吧 大忽悠是谁 马上揭晓 我得跟现场的朋友们交代一下 范蕾2100 张乃鸥2000 马玉科2000 官邻3100 这会儿这个数字不是数字 是现金了 待会儿您的一票至关重要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您选的是马玉科 来 恰恰马玉科就是大忽悠 那么就恭喜您各位火眼金睛 马玉科分文没有 那三位照那个数字拿钱 那明明是马玉科 您各位没选对 把马玉科放了 他那个数字乘以3 拿走三倍的钱 当然了我们上面有一个封顶到5000 如果你要拿钱 那三位分文没有了 就这点水和这点泥 拿起您手中选择器 一键按下来看一看到底是谁 最后关头 大忽悠到底是谁 擦亮您的眼睛 千万不要走开 是谁 大忽悠 开始 喜悠新年 喜气洋洋 首相加喜 至少眉梢 你呢 你找个人叫 西式神双 西西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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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够侠 每年达 新年天喜气 新年快乐 每年达 开心同享 每年堂达 西西连园 开始 西迎新年 喜气洋洋 手上加洗 至少眉梢 看你咯 西式神双 西西连园 西西连园 最最够侠 本轮投票是最终的投票 经过了30秒的真情表白 观众选择了官邻 电视机前的你如何选择 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 马上为你公布 但是选择是否正确 他们觉得你可能是 两种结果 或者就是选对了 一下就把你抓出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冤枉了你 把真正的大忽悠放走了 是啊 天下的事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需要水落石出了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们四位 谁是大忽悠 请把右手伸出来 一 二 四 过去了 数到三的时候把右手伸出来 知道吗 好 了解啊 三 可以了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张乃欧是如何忽悠我们的 张乃欧是如何忽悠我们的 张乃欧是如何忽悠我们的 张乃欧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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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好几次都没抢上 一共才200分 观众选听的那两首歌都特别模糊 我们三个人都没听出来 他都能猜得出来 张乃欧欧哭无泪 羽毛球 因为他分 挺高的 我也不知道 一二三来看 都不是我 肯定不是我 请大家相信我 还有哪七嘉宾曾经被冤枉过 我还觉得是犯了 那我也觉得是观灵老师 谁也观灵 太累 哎呀 你坐着啊 来给观灵加上一把叉子打成一个不良记录 我认为是观灵 想法跟奶肉有点一致 我还觉得是观灵 恭喜张乃欧 你把所有人都忽悠住了啊 请奶欧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面去 你现在是我们的获胜者了 来 谢谢范蕾 谢谢观灵 谢谢于柯 感谢现场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下周日晚辽宁卫视到底是谁不见不散 接下来我们拿出热情喊出那个字 来 一和九九九三 米特争 嗯 我喜欢 我喜欢 而不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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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意思 洗澡去 走 走 很爽的 还要 三二一 请坐拉 这是 辽宁